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這樣應該可以walk 沒有問題 而且應該理論上不會有錯 就是他自動會幫我抓到 這個最 每個月的第一天的位置 然後呢 每個月結束日 的後面就也不顯示出來 應該都沒有問題 可是特別注意 因為 我們這一 這個部分是VBA 但是這邊理論上他還是會有函數 有沒有 所以假設我今天怎麼樣 把這個部分 Delete掉的話會怎麼樣 Delete掉之後 我們再抓一次 全部都不會顯示 為什麼呢 因為 我還是一樣 要去抓Range L3 跟L4 這感覺好像 如果你做 你要完整的 這個就變一半一半了 也沒有不行 不過如果說 當然有的時候 有些同學會想說 那如果我要做 應該就全部 乾脆就怎麼樣 全部都不要用函數 假如說這個地方 我要變成 用VBA來寫的話 那你勢必要怎麼樣 如何產生本月的 第一天 那本來是怎麼樣 用Date函數 那現在如果改成VBA的話 那你變成你要自己什麼 從這邊去取 所以你變成從Range C1 創接 F1 對不對 然後中間斜線 斜線 再加1 這樣子的話 丟給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那個 第一天的位置 對不對 那我如何把它 這個 我看一下是不是 我這個地方 第一個 本月的旗子就有了 所以做法上面 我看一下 我基本上是寫成這樣 那我不是放在儲存格裡面 而是放在一個什麼 一個變數裡面 那假如說我今天 總共會有 四個變數 分別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個四個 一個是D1 所以我就把什麼 剛剛的Range C1 斜線 特別之外我用串接一個斜線 再End F1 再串接一個斜線E 那這樣子勢必就是什麼 就是串接什麼 我的 那個日期 對不對 但是特別注意 在 我們剛剛有用到一個什麼 一個函數叫Date函數 可是VBA裡面特別注意 因為我現在用串的這種方式 就是文字 文字 你會發現 end斜線 那可是問題你要丟給 D1的時候